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佬阿杰 退出江湖后 开了间餐厅 为扩展业务 他学着应酬和拉关系 喝酒陪客 成了他的日常 明定大醉之时 阿杰才意识到 如今时代 想要赚钱真的太难了 甚至比以前五刀弄枪 过五关斩六将 还要困难十倍 回忆往昔 阿杰和心腹小扁 凭借好勇得很 在江湖上占据一席之地 奈何世代更替 黑帮没落 无数大佬 不是进了橘子 就是晚年凄惨 结局好一点的 能够退休养老 安度余生 而他本人 属于中间 他年轻时候 在社团管理厨房 学得了一手好厨艺 抱会分崩离析 他全身而退 之后拉鸡絮 和小扁在老家开了异建餐厅 随之当地高官 拿两人以前身份做威胁 想要从中捞点好处 小扁心想 这不就是以前 他经常干的事吗 没想到 如今自己反倒被人收起了保护费 暴脾气的他 当场发飙 因小扁的事 阿杰在老家的餐厅被封 无赖之下 他找到以前几位哥们 接到了几万块 想到台北做事 因身份问题 阿杰的亲人 在老家受到排挤 所幸将他们也一并接到台北 搬家的时候 一劳动的刺青引起了阿杰注意 打听一番 猜知对方也是江湖众人 两人是说着以前的风光事迹 谈论中 或多或少 掺杂着吹牛的成分 毕竟真正在黑帮闯出名堂的 现在不是踩着缝纫机 就是在街上扫大地 然而无论聊天内容 是否真实 两人都在谈论中回忆过往 其中酸甜苦辣 鹅鱼我炸 江湖的凶险 只有他们这辈经历过的人 才懂得 几天后 阿杰的餐厅在台北开张 有了上次经验 他事先花钱打通了白道关系 让饭店得利顺利营业 首次开张 虽然客人不多 倒也能够赚个百八十块 晚上 昔日社团兄弟找到阿杰 他们最近找到赚钱的路子 那就是回收总出倒卖 赚取其中差价 这才是 赚得少 事还多 更重要的是丢面子 虽然退出江湖 但作为昔日大佬 如果现在去养猪 是否太过掉价了 回到家里 阿杰与女友大红商量一番 还是决定入股 他这么做 亦是为了养家 而是想筹钱置办婚礼 阿杰嘴巴上不说 但内心一直明白 眼前的女人跟了他二十年 也是时候给对方一个名分了 就这样 阿杰和兄弟来到乡下 先是和当地农民学习养猪的技巧 然后赶猪入眷 以前混江湖的他 可是闻着人的血腥卧 现在的他 却闻着满地的猪死味 如果是你的话 会如何抉择呢 安置好猪后 阿杰得知还得应酬当地存关 否则拿不下农村的地皮和买家 退休后的他 借酒多年 现在为了糊口 只能再次拿起杯子 以前是进社团大哥 现在也是进大哥 以前是为了生存 现在也是为了生存 其中差别在哪 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数月过去 阿杰的餐厅渐渐走向正轨 他的卖族生意也还不错 积累的钱 很快就来自办婚礼 似乎生活 开始变得美满起来 昔日黑大佬阿杰 如今金盆洗手 他买通白道 摇身一变 生了生意人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 由于当地官员轮换 昔日买通的人去了其他城市 阿杰想要花钱 效仿以前的套路 结果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群人不吃这套 并拿以前色黑的阿杰开刀 导致餐厅再次关门 而卖猪的生意 也因红样原油倒闭 却上加松的事 阿杰的旅游大红 在这时候告诉他 自己要去国外打工一段时间 如果能稳定下来 就决定常住国外 此话虽然如同晴天霹裂 但阿杰听后 却一场冷静 他也知道自己辜负了对方 毕竟二十多年的青春 哪个女人等得起了 大红询问阿杰是否跟他一起 爱于家中与老人照顾 阿杰脱不了身 只能婉言拒绝 女人走之前留下话 如果阿杰有空 就到国外来看看她 爱人的离开 让阿杰陷入迷茫 她失去赚钱的动力 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交变作为她最好的兄弟 见老大如此 特意和旅游小红 带阿杰到老家游玩放松心情 然而这趟旅行 却给几人带来了大麻烦 来到乡下 小扁在邻居口中得知 十年前 他们的老房子被拆迁 问得大批现金 而小扁父亲去世的早 没人通知他 导致钱落入了其他兄弟口袋 心怀怨气的小扁 找到书伯询问 老人的回答 遮遮掩掩掩 这时 小扁堂哥大强闻讯赶到 他知道堂弟战混黑帮 作为当地警官 他掏出配枪 以小扁设黑为由 将其逮捕 私下教训一顿后 看着小扁死去的父亲身上 大强放走了他 并发出警告 让小扁不要再想着拆迁款 且不准他进老家一步 晚上 一脸欲亲的小扁 找到老大阿杰 将情况告知 得知大强是当地警官 阿杰甚至这类人不好惹 他劝小扁忍气吞声 千倍了可以再赚 没必要为此事大动干戈 听到老大这么说 十七岁就跟着阿杰 出来跑江湖的小扁 发现大哥 是真的变了 能给他弄到一把手枪 他依然去找大强算账 阿杰知道小扁的脾气 他不愿失去这唯一的兄弟 看着如今自己的窘境 他决定重出江湖 帮对方这一次 阿杰本想着 找以前社团老大喜哥帮忙 却考虑到 对方已退出黑帮许久 不好再打扰对方 只好开车载着小扁 世俗找新以前的黑帮兄弟 想借此弄到手枪 随着两人买枪的消息泄露 在大街上 他们被小扁堂哥抓个正早 并带到野外暴躁 得知阿杰被捕 中义气的习哥 立马联系上认识了议员 请来大强喝酒 聊天之余 习哥谈论起阿杰仪式 大杰听后心理声会 看在议员的面子上 他答应放过两人 但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阿杰小扁再敢犯事 到时候 自己谁的面子都不会看 谈好后 大强让手下放人 方便来到野外 大强手下释放了阿杰 走之前 他们将阿杰的车钥匙 丢进田里 最后扬仓而去 找到钥匙后 三人开车回家 途中 阿杰越想越气 想要回头找大强算责 结果掉头的时候 亦不注意 这车开进了田坑里 无论他怎么踩油门 也启动不了车子 似乎就连上天 也在嘲笑 愚弄着他们 如今看来 属于阿杰这帮人的时代 真的已经过去 他们就如同眼下遭遇一般 陷入离坑 不能自拔 他们如果想要自我救赎的话 只能放弃车辆 放弃过往 就在狭窄的田坚小路上 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 重新启程